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祝你平安 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和祂的爱 让我们再次聚集在祂的庚前 聆听祂的话语 我们也欢迎献上 弟兄姐妹们跟我们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让我们的思维 我们所做的趋向这个世界 有时候让我们更进入世界里面的文化 所以有时候 当我们在我们的事业上 得到一些的成功的时候 我们都会认为 是我们的努力 是我们觉得自己很棒 让我们有这样的成就 可是我们又知道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有方法 因为我们记得 是祂给我们这个能力 去赚取世上的财富 这是祂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不要忘记 保罗 他是在高罗西斯里面让我们说 我们又想着天上的事情 就是想着我们阿爸天父 跟主耶稣基督的 不要让我们太注重于这个世界的事情 去赚取世界的财富 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他的生意是非常平淡的 不怎样赚钱 后来就成他 信主之后 有一天就有一个大胆的生意来了 跟他买房 后来在其中也赚取了 可观的利润 就证明 当我们跟从上帝的时候 跟随主耶稣的时候 上帝会在我们生活中 在我们所做的事上 会给我们一定的恩典 恩宠 让我们生活的更 疏疏 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 知道我们不能够的时候 尤其是在当今的情况 我们要仰望他 我们一定要信靠他 不要再靠自己了 不要靠自己了 我们一定要靠他 因为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 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 使我们住在耶稣里面 因为 给了我们耶稣 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我们就有 新的生命在耶稣里面 也是他使我们上帝使我们 使耶稣称为了我们的智慧 公义 公义 圣洁 圣洁 跟救赎 智慧 你要向我求什么 他说我要有一颗智慧 并且聆听你的声音 上帝 上帝非常喜悦 他的有情 他说你既然 龙华 龙华 会为你不向我持 我也会 加在你 生命中 所以 他对 所罗门说 后来他对什么 在 你之后 没有一个人的财富 会超过你 所以他的财富到今天 用今天的 货币来 算的话 是 1.7万亿 王军 7万亿 推并 有个人 没有一个人 能够超过的 因为上帝讲的 但是 我们也知道说 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你要专心跟随我 并且 我的 坏 最后 所罗门 离开了他 去追求 未版的女子的时候 让他也去 侍奉未版的 神的时候 那时候是他 对生活 他说 在传道书里面 他就跟我们讲 西村 但是我们又向他 最后的时候 他意识到了 我们一生 所有做的就是 要知道 这位上帝 并且 去遵守 他的 话语 也就是 我们今天 我们一生 要追求的是 耶稣基督 天父上帝 当我们更认识 天父上帝 跟耶稣的时候 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说 恩典 与平安 会加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又怎样 去认识他 是神的话语 当然有时候 圣灵也会启示 感动我们 第二是公义 因为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 流出的宝学 已经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之前 现在之后 完全洗尽 光够 perfect us 就是说让我们完全的 祂赐给我们 所以在十字架上 上帝 在耶稣里面有 上帝的罪 也会有我们 恩典 罗牌 第一是 我们 得到祝福最重要的基持 所以保罗说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又拯救一切相信他的能 因为在福音里面 就是在这个恩典福音里面 有上帝的意显明出来的 我们又开始相信 最后还要相信 因为一人 又靠信心得生命 一人又靠信心得生命 所以我们一生 在这个世上的日子 就是 又对我们的耶稣 对我们的天父上帝 又有这个信心 相信 即使有时候我们做错了 我们在耶稣里面 还是有上帝的公义 这个公义是永久的 可是没有人能够做错了 只有你相信错的教导 让你相信这些谎言的时候 你会恐惧 你以为会失去 你这个公义不会的 永远不会的 上帝已经使我们的公义 屋上的官的时候 我们永远会在他里面 所以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被世界吸引了 被世界吸引了 因为世界是真实的也是现实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 你去哪里不是看到荣华护归 但是耶稣说这只是暂时的 不是圆久的 唯有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里面是圆久的 在他给我们的公义的祝福是圆久的 他也给了我们一切的救赐 在死之下 他救赐我们 从罪里面救赐 是我们公义 我们不在他的定罪之下 因为他已经胜过了 被定罪 造主 也胜过了贫禽 因为他的贫禽让我们有 互有 因为他的死亡 让我们得生命 这一切是他救赎我们的 所以我们又清楚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已经得到了 耶稣的一切 他会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相信 我们是公义的 我们过着他十月的生活 他必然会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他爱我们 他甚至给了我们最好的 他里面给我们一切的丰盛 一切的最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15章1到7节 在我们有没有看见之前 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有远生生命 我们又知道这远生生命是什么 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又知道这位真神 也会认识这位 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认识在英文是Nor 是Ginosko 在全世界第四章第一节说 也要带过他的妻子 是什么图乏 这样啊 被怀孕生了该孕 这个也是Ginosko 就是说上帝要我们跟耶稣基督 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完全亲密的 所以唯有你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 只有我们基督就有这个恩典 能够完全的跟上帝联系在一起 我们怎样跟他联系在一起呢 当然我们要有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 我们也要有圣灵 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然能够跟他相近 还原祷告也是其中一个 当我们还原祷告的时候 是我们邻里跟上帝的关系 拉近的时候 我们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又我们就是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等于说 是葡萄树跟枝枝 也是说我是葡萄树 我是栽培的人 是天父上帝让我们成长的 让我们结果子的 我没有知道这一点 属于我的枝枝如果不结果子 我又把它剪掉 如果结果子我必修剪它 让它结更多的果子 所以说好像说如果我现在 在我这个身体是葡萄树 这个是植子 这个是小植子 跟你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你有一天看到一个杜币 剩下一个手的时候 只有一边手 这边就不能有什么愿 没有什么愿 一样样的不能够脱离我们身体的 所以如果不结果子的 他又把它剪掉 其实这个剪掉 不是真正的意思 原文里面是阿罗 是说当一个子子 像地上垂下去的时候 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说 地上都是尘土 尘土是水的食物 是舌的食物 食盆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在这种情况下 永远不会结果子的 因为没有上帝给你的水分和营养 所以也没有阳光的时候 你一定是不会结果子的 如果你把你一口水果 栽在一个没有阳光的 一定是没有果子的 所以他要 天空上帝要把我们 拉起来提升我们 就好像我们生命也是 需要天空上帝的提升我们 每一部分 我们的思维 我们心中所想所做的 都要他提升 给我们这个能力 所以修剪他 又修剪成了解果子 就是说 有时候不是 他的子子 小子 并且葡萄树也会 伸出青苔吧 你有种花什么 你都会知道吗 有的都会神情谈 必须洗 洗清爹 才会这样 又活着 意思就是说 从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来讲 他是来管救我们的 管救是 有时候会让你不开心呢 你会灰心的 但是上帝是爱我们的 他才会管救我们 换取我们现在的父亲 就好像我们牧师也是做父亲的 也会管救我们的孩子 在世上也会管救 所以有时候我们被天空上帝 管救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开心的吗 我们也会灰心 但是我们又知道说 他管救我们是为我们好 而管救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回到顺负他 并且得到生命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世界的时候 因为世界太吸引的时候 会让我们会更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并且有时候过着不良的生活 都有的 有的时候是在最终的 上帝会管救我们 把我们拉回来 为了救我们的生命 英文就是说 英文就是说 met alive again 我们在那种生活里面 虽然是一个基督徒 就好像在经文也说 剪掉烧掉一样的 就好像所罗门本来他 那上帝给他是自想产受 后来他不到六十岁 就回去跟他的祖宗了 没有活到上帝给他的岁数 有时候是因为 让我们不要再一次再来 淤泥里面让我们出来 他会解禁我们 让我们圣洁 所以他管救我们是说 让我们能够接触公义和平安的路子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有一天做坏事 打抢或者被关进监牢的时候 他是一个基督徒 是不是很难说 但是有一个见证之说 他在监狱中遇到了 再一次的遇到了 跟上帝的关系 后来他懂得上帝还是爱他 回来的时候他能够懂得怎样 活在他的生命里面 上帝给予他的丰盛生命里面 有的就是他的 给我们这个机会 回转向他 让我们的思维改变 就好像罗马书说 我们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 随波逐流 不要去跟从世界的文化 我们有上帝的文化 我们有耶稣给我们 所有当好的路 就是让我们真的每一天 能够活在他的存在里面 在当今的世界的环境里面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存名 是我们很棒 不是 我们要专心 仰赖 仰望他 仰望主耶稣基督 圣灵结果子 就是这个果子是karpos 跟圣灵的果子一样一样的 karpos 圣灵的果子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仁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戒指 不是说你一开始成为基督徒 你就有这个所有的果子 这个是我们的品格 是上帝照着他的话语 来教导我们的时候 你听了这些恩典的道的时候 圣灵的带领会让我们慢慢的 改变我们的思维 转变我们的思维 我们心中的一些的残垒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从不爱 因为有他的爱在我心中 懂得怎样彼此相爱 让我们有这个忍耐 当我们越长年纪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越有忍耐 因为上帝给我们 越有智慧怎样去对待人 所以我们也会有 两善信实 温柔 戒指 这些都是我们跟从圣灵 带领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说话的 就好像有跟我太太吵架 我讲了一句不好听 圣灵就跟我讲 你给我shut up 就是说你不要讲第二句 所以我才跟他道歉对不起 刚才我讲的是我错 你只会跟他认错的 因为是你 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所说的 不是上帝所喜悦 也是我太太不喜悦的 因为上帝就代我们是 爱你的妻子 善待你的妻子 我是葡萄士 你是知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里面的 你就会借国子 因为你离开了我 什么都不能够做 所以今天 真的当我们离开了 也是是什么都不能够做的 尤其是现在 在我这 之前不要讲 在我这十多年来 当我相信有恩典福音 当我慢慢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懂得 我如果我的思想离开了他 我想做我世界上认为是美好的 投资的时候 我都是喝饭的 我又失败了 所以现在我所想做的 所有的就是要跟随他 给我的平安 或者不平安 让我不要去做 这就是 我们又在他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 不要被世界所吸引 让我们在世界中 失去人生的东西 但是上帝是一个 Restoration 偿访我们 会双倍偿访 只有我们回到他跟前 愿意跟随他 我们都会得到 辱愿的 偿还给我们 所失去的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我对你所讲的道 已经紧近你了 所以今天 当我们在世界中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会被 一些残杂的 世界的文化 是有被赶坏的时候 我们又要什么 又有神的话语 恩典的代理 他的神典的代理 让我们的心中所想的 厚服神的心意 他的知意 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 不厚服神心意的时候 我们必须回到他跟前 去神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 怎样去跟随他 转变我们的思维 我们又改变我们的思维 又更新我们的思维 并且我们心中的意愿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都要 厚服他的心意 这就是他怎样洗进我们的 他的话语 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 就好像你以前在 不一样的教导之下 现在因为你听到了许多 恩典的真理的时候 话语的时候 你会改变你的思维 你知道说 我在神的恩典里面 会比较清神的 因为我有他的代理 我有他的祝福 我有他的恩宠 就好像我现在所做的 真的 没有他给我的恩宠 没有他给我的代理 我怎样能够继续管理 这个发展了 是很不容易的 唯有他 是他帮助的我 是他给的我的恩宠 四五张第六节 不产在我里面呢 就会丢在外面骨干的枝子 最后就被人撕起来 丢在火里烧掉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代表什么 这个是说 当我们没有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会结果子 他一定是会把我们剪掉 会把我们换在外面骨干 会烧掉做回药 这不关于我们的救恩有没有被烧掉 失去了 因为我们相信 得到救恩骨是原恒的 我们这个原生生命是原恒的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江山 在1st Corinthians 我们听哥尼多全书第三章 我们所做的都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 有时候我们所做的 在世上所做的 在神的根基里面是金 是银 是宝石 是草 是木 在这根基上建造 每个人工程将来都会显明出来 因为到了审判的日子 必用火 试验个人工程的品质 人在这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经得起考验 就必获得奖赏 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 就必遭受损失 自己虽然可以得救 就好像在火里逃生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就是最后 我们所做的要旌旗 考验 试炼 火烧过去的时候 只有金 银 银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 金是代表righteousness 也代表财富 银是有的根基 所以这就是关于说 我们如果建立在基督的救赎 基督的公益上 我们必然能够长久 不会受火烧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罗德 也不是 他到了一个毁涡的平野 患流患然 后来他越来越近所夺满 最恶的地方 后来失去了所有 失去了所有 甚至他的妻子 他是一个公益的 但是他也是一个忧伤的人 因为他是在那个情况 世界最后的情况中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也知道 耶稣说 即使我们赚取全世界 如果我们失去了生命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益处 我们又记在天上的财宝 不又记在地下的 这些都是战死的 只有天上的是远横的 保罗说 我所打的战已经打好了 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我当跑了也跑了 今天就是等候 公益审判的日子 就是我有上帝的奖赏 奖赏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所生活在这个世上 活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能够借出国子来 我们能够有这个公益的奖赏 是我们所盼望 保罗所盼望的 也是我们又去盼望 所以今天 当我们完全的在耶稣里面 最后一个经典的时候 如果你们产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无论你们求什么 都会得到应允 这也包括我们信 是说 当我们去祈求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对比 这个容易 这个不容易 或者我带了这个伤风是很容易 我带了更严重的病 是不容易的 没有在神里面 凡事都能成就的 有什么 It is possible with God 完全是能够成就的 完全能够成就的 所以我们又有这个 信心不要怀疑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对比 这个容易 这个不容易 每一个事情的成就 都是他不属 你懂得了这位上帝 能够成就一切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要去怀疑什么 你还会去 去想得或者得不到吗 他说只有你在我里 我在你里面 你要有求的一切都能够 能够定于你 这就是我们上帝 这就是他 在耶稣里面 我们能够得到一切的福分 祂的恩宠 祂的恩典 祂给了我们生命 让我们活得更丰盛 并且我们所盼望将来是天上公义的奖赏 所以圣上的朋友 如果你现在很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也知道在当今这个时代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容易的 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宠 需要上帝的带领 需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只要相信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做的祂的宝学 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 你相信 你靠你承认心里相信 你就领够得救了 并且你有人生的生命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 你就给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 就是说亲爱的耶稣 我谢谢你 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 你的宝学已经洗净我的罪 我相信你 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并且生命的主 谢谢你爱我 我把我生命救托给你 让你来祝福我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如果你做这个祷告 你就是一个洗照的人 你就是祂所爱的儿子 祂必定带领你 必定祝福你 只要你跟从祂 住在祂里面 现在让我们来临受祝福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愿意给我们最好的耶稣基督 你愿意在我们 每一天你都会祝福我们的 我们需要你的恩宠 你就会给我们 你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 在你的同在 在你祝福里面 我们需要你的眷顾 也需要你的平安 也需要你的恩典 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 恩典与祝福里面 我们感谢你 爱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Amen 请不吝点赞 我们 on和我们的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和我们一起观察 第二点 我们下期视频